欢迎回来 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包菜鲍鱼粥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粥很鲜美可口 包菜和鲍鱼鲜甜 味道很浓郁 美味好好吃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 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生米类 包菜 鲍鱼 红萝卜 姜 姜鱼仔 生米洗净备用 将鱼仔洗净茶干水分 倒入烤盘内 烤锅会油炸过的姜鱼仔煮粥 味道更浓郁哦 将切丝用来烤熟和煮好的粥一起吃 部分切片用来煮粥 一百六十度烤十分钟左右 烤好后放一旁备用 红萝卜去皮切粒 红萝卜去皮切粒 包菜洗净切小片 包菜洗净切小片 出品来煮粥的 轢来煮粥子 小片 平面 放入烤好 煮粥子 几粥子 煮粥子 适猪粥子 冷凍 切粥子 冷凍 塩 把 洗几子 清水 小鲍鱼从罐头捞出来备用 把全部材料倒入电饭锅内,除了小鲍鱼和烤好的姜丝 倒入足够的水 鲍鱼酱汁也倒入 我有放鸡精块,不喜欢可以不放 冰箱有鱼饼,我也捡一些夹进去,随意就好 倒入鱼饼,按下煮粥键,开始煮粥了 粥煮好了 把小鲍鱼加进去,热一热就可以了,不需要煮太久,会影响口感哦 按个人口味,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煮粥 盛热盛出享用吧 加上炸好的姜丝就完美了 一碗热腾腾的粥下度很暖胃哦 没胃口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考虑这样做 简单开胃好处 大家也可以加香菇片一起煮 味道很不错哦 煮粥时米和水的比例根据米的吃水性不同灵活调整 一般情况下想吃稠一点的粥1比6 浓度适中的话1比8 想吃西粥1比12 这个比例因人而易选择 粥容易消化 适合当早餐 由于粥煮的软烂 质地细腻 比一般的硬米更容易被人体消化 粥的营养全面 粥中含有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 如大米中的碳水化合物 肉类中的蛋白质 鸡蛋或油中的脂肪 蔬菜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各种调味品以及生姜等草药 有助于缓解脏气 负质并帮助消化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粥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有更多简单易做的粥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